西游记第二十四回 万寿山大仙流故友 武装罐行者窃人参 猪八戒重新归队之后 师徒四人继续向西进发 走了多时 四人来到一个叫做万寿山的地方 万寿山上有一座道罐 叫做武装罐 这武装罐中有一位活神仙 叫做镇元子 要说这镇元子来头是不小 道教中地位最高的神三清 都是他的朋友 不过呢 最近镇元子接到了三清之中 原始天尊的邀请 去天上听讲座了 他走的时候 带走了四十六个徒弟 只剩下清风和明月 这两个小徒弟看家 临走之时还吩咐过他们 他说 不多时就会路过一位唐僧 啊这唐僧和我是老朋友了 所以来的时候 就给他两个人参果吃吧 哎呀这可不得了啊 人参果又叫做草还丹 三千年已开花 三千年已结果 再过三千年才能成熟 这就一万年了 才只有三十个果子 而且之前还吃过两个 现在只有二十八个 我们算唐僧现在能够吃两个 就是天大的福分了 更何况这人参果 光是闻一闻 就能活三百六十岁 吃一个就能活四万七千年 唐僧啊 这是真赚大了 不过唐僧看见人参果之后 却无论如何都不肯吃下去 你看这人参果 一个个都像美满三岁的孩子 唐僧自己连瘦都不吃 可何况是小孩呢 吓得是连连推辞 那唐僧不肯吃 这猪八戒也是愿意吃啊 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猪八戒就窜到自己的师兄 孙悟空去偷几个人参果出来 让哥们几个尝尝鲜 孙悟空于是偷了专门用来打果子的金鸡籽 打下一个果子来 谁知这果子掉到地上 立即就不见了 原来啊 这果子与五行相味 欲金而落 欲木而枯 欲水而化 欲火而浇 欲土而入 这就是说 人参果遇到金属就会落下来 遇到木头就会枯萎 欲水就会化掉 欲火就会烧焦 欲土直接就钻进去了 这人参果掉到土里面 当然就不见了 孙悟空于是恍然大悟 赶紧又打下三个 用衣服兜着回来 与那两位师弟一起吃了 不过啊 这些事情 怎么可能瞒得过 清风明月的眼睛呢 孙悟空在酿下大祸之后 一场纷争 看来是在所难免了 在本回开始的时候 孙悟空曾经对唐僧说过 如果要走到西天的大雷音寺 唐僧就要从小走到老 从老又走到小 如此一千遍 也不一定可以走到 但如果足够虔诚 一如既往 义无反顾 那么眼前就是灵山 唐僧不贪恋人参果 向来也是参透了这一层的含义 人的寿命终究是有限 吃再多的人参果 也是徒劳枉然 只有坚定信念 想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义无反顾地向前奔跑 才能够扩展生命的广度 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 唐僧的三个徒弟 如今是闯下了大祸 那他们能不能逃过此劫呢 咱们下回分解